大家好,欢迎来到格林森林 我是Dr.格林,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猫头鹰 比我的三个主人都聪明 这座童话森林看似梦幻美好,纯洁无瑕 其实有着黑暗与禁忌的真相与历史 就由最聪明的我,带你们看看格林兄弟笔下最原始的格林童话 喜欢我的,想看我讲更多童话和历史故事的 要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和分享哦 那么就和我一起进入森林深处的糖果屋吧 在很久很久以后的今天 糖果屋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了 常常被父母用来告诫孩子 不能擅自拿去或接受来路不明的诗语 提醒孩子,学会独立,学会勇敢,学会冷静的解决问题 或是恐吓孩子不乖的话 就像汉塞尔和格林特的布鲁一样遗弃他们 糖果屋也被德国作曲家洪博定克配乐成为歌剧 在台湾几乎连年都有演出 甚至在2013年被改编成为电影女巫猎人 兄妹俩拥有了不少女巫黑魔法控制的超能力 成为了专门消灭全世界女巫的小金猎人 如果你读过日本作家洪生操真的很令人站立的 令人站立的格林童话第二集 或是看过网路上那些深称是原版的乱七八糟 好啦 五画八门的改编版的话 其实也没有关系啦 不晓得究竟是最初版的糖果屋已经太残忍 还是家长孩子们认为已经足够普遍级 其实现在广为流传的 大家熟悉的故事和原版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 兄妹俩依然因为饥荒 没饭吃 被继母和父亲遗弃了两次 依然因为第二次沿途丢的小面包 被小鸟吃掉而回不了家 依然在森林流浪时见到了糖果屋 因为吃了糖果屋而被巫婆抓起来打算出来吃 也依然在最后由格丽特把巫婆推进火炉烧死 兄妹俩拿着巫婆的珠宝黄金回家了 比较不同的是 只是在1812年格林兄弟所写的第一版故事里 提议遗弃孩子的是兄妹俩的生母和白雪公主一样 只是为了银河社会观感与期望 不能忍受亲生母亲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 而在后来的版本将生母改为继母 如果各位想长年更重口味的 在童生操的改编里 汉塞尔和格丽特在烧死巫婆后 就住进了糖果屋 甚至发生了不伦的关系 兄妹俩长大后 带着金银珠宝找到了回家的路 父亲热情地迎接他们 却不见母亲的踪影 而家门前多了一个隆起的土堆 后来才知道母亲是被父亲吃掉的 现在的影视或动漫画作品里 各种池原的设定已经不在少数 但格丽兄弟笔下 《武婆池原情节》 是广泛搜集了欧洲各地的民间传说而来 也是真的可以追溯到 中世纪欧洲的池原现象的 根据历史记载 欧洲在十四世纪初 曾有一场大饥荒 因为存量不足 人们只好开始吃人 当时也有很多的孩童被吞下肚 什么 你问多狠心的父母 才能吃掉自己亲生的孩子 那就不要吃自己的嘛 跟别人家的交换 问题就解决啦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童生操的改编 甚至是亲生母亲想要直接把孩子杀来吃的 可见的原版的格林兄弟夏宾已经很客气了 也有学者诠释到 在原版故事的最后 兄妹俩杀死巫婆回家时 母亲也已经过世了 这暗示着母亲和巫婆可能是同样的角色 持人与仪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童生操的改编在这层象征与历史之下 也是显得合情合理了 原版的糖果屋故事被转译成现代的语言 可能会有 狠心父母 契雅年幼子女 兄妹迷路至世外桃园民宿 杀老板而代之 的社会新闻 但把视野放到今天 世界各地的报道 又哪一次缺少了 虐杀 契雅 饿死的耸动标题呢 糖果屋的情节 与历史所反映的 并不是兄妹要被杀来吃 或是巫婆被推进火炉里 活活烧死有多么的残酷 而是古往今来的人类 在极端的痛苦之下 亲情会失去作用 家庭会崩解 世界会邪恶的令人难以想象 幻作是任何一个我们 成为了汉塞尔或格丽特 甚至是他们的父母 在看不见尽头的饥荒下 你会怎么选择呢 是牺牲自己的生命 还是吞下所爱之人的身体 嗯 好像一不小心把故事讲得太沉重了 但是已经可以看到森林的出口咯 大哥格林就送各位到这里啦 虽然这座森林有许多人性的阴暗 世道的不堪 值得庆幸的是 格林兄弟最后留给我们的 是那么幸福快乐的结局 或许不是每一个我们 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 但像汉塞尔和格丽特的遭遇一样 说不定在困境中努力的活下去 也能有美满的结局呢 如果喜欢我和我讲的故事 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 也可以在Facebook粉丝专页或YouTube影片底下 和我们留言互动 分享你对食人糖果屋的感想哦 Dr.格林会一直等在格林森林 期待下一次见到你 拜拜 拜拜 拜拜